周末至少两个全新盘推售二百多伙 洪水桥汇都已期 开价只是大约一万元 不用三百一十万入场 杭文田太子道西单堂盘早前开始招标 当中包括了顶层的天池屋 稍后一起去燃炉参观行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有楼体》 我是陶俊文 泛海洪水桥汇都已期 首批八十一伙 入场价不用三百一十万 赤价还低见九千五百元 星期六会先到先得卖楼 发展商就说 有二百组客人参观和查询 正是考虑价退 正当项目第一期 已经累积卖出近三分之二 套现超过二十亿之制 泛海旗下的洪水桥汇都 公布了第二期的首张价单 首批开价不用万一元 创元朗和洪水桥一带 超过十年来第二低的纪录 项目首批八十一房 涵盖一房至三房 实用面积二百九十九到五百三十五尺 扣除最高百分之十四点五的折扣 自实大约是三八零九到五百六十一万 赤价相当于九千五百到一万二千五百多元 整批自实平均赤价一万零四百一十八元 与上期的五张价单相比 今次开价大幅低水一成一到两成四 甚至是一手例实施超过十年来 元朗和洪水桥一带开价第二低的新盘 仅次于上个月初推售 元朗上拍九千二百多元的水平 是直逼这个居屋价 但是我们这个私人的屋苑 买我们这个单位的话 就是没有那么多制找 就是不需要担心又要补地价 到时在买卖 将来的买卖或者租的时候 也都没有了这些制找存在 我们公司就没有这个财政压力 我想不是涂不涂眼的问题 按户型分类 标准一房三十伙 致实大约三百三十六万起 大几十尺就有两房 提供三十七伙 全数四百多万 三房只有四个 大约五百五十万起 还有十个特色户 包括一房莲花圆的入场户 售批当中有三十六个 截实售价低过四百万 售价四折头的都有四十伙 以未超过九成三的单位 截实不用五百万 以赤价计 当中有十三伙 尺价低过一万元的水平 占了售批一成六 第一期和第二期的位置不同 我们不可以直接和它做一个比较 我们是有加价的空间 但是基于在现在这个市场上 我们的客人对于这个楼馆的垂清 我们就不想下下要加价 我们维持现在这个震撼的一位价 来回馈给我们的买家 首批尺价最低的单位 来自六座二楼A067 443尺的两房 截实大约四百二十二万 尺价九千五百二十八 比上期最低尺价九千八百零一 再低了百分之二 项目首期已经沽出四百零八火 平均尺价大约一万二千五百 洪水桥的新盘低开 连带元朗的二手都受影响 元朗Grand Yoho十座高层 两房连储物室的间价 原先叫价八百七十六万 减价五十三万 即是百分之六 才以八百二十三万沽出 赤价大约是一万三千九百元 原业主在2016年 以大约八百九十二万 一手买入单位 持货八年 账面亏损六十九万 贬值了百分之七 代理相信鄰近的新盘低价推出 或者会吸引了庞大的购买力 二手交投难免回落 由新地和惠德峰地产合作的 太子杜西二百三十三号 早前推出八个单位招标 当中包括了存盘最大 一千七百多尺连天台的四房 一齐去燃柳参观 太子杜西一带 陆续有重建项目落成 主力由中小型财团参与 不过都有例外 新地和惠德峰地产合作的 太子杜西二百三十三号 采用单堂式设计 主供大约一千尺或者以上的大单位 项目提供75伙 标准两房占15伙 最细三百七十五尺起 三房有15伙 介乎668到885尺 主打四房三十四个 占全盘四成半 全数大约是一千尺 另设11伙连平台或者天台的特色户 参观全盘开积最大的单位 来自19楼A室 是1748尺的四房双套连天台的特色户 打开大门 见到五十多尺的圆关 同大厅情侣字型的格局 有充裕空间摆鞋柜和摆设 再进去的大厅三百多尺 横厅设计相当宽敞 两边都有落地玻璃 彩光充裕 近大门一边可以做饭厅 容纳多人大餐桌 另一边还有足够空间 摆梭化和挂墙电视 退开玻璃堂门 来到55尺的露台 这里向南由于楼层够高 可以俯瞰加多利山 翻到圆关位置 有内置楼梯上天台 都可以经长走廊通往四间睡房和浴室 先参观主人套房 沉区超过150尺 有前后两排的落地玻璃 尽向两边开洋景色 这里还有不少墙身 方便家具布局 其中一边摆商人床 另一边摆梭装桌和躺椅 里面附切50尺的衣帽间 足以容纳大量衣物 再进去就是超过130尺的套匙 切油箱洗手盘 方便护主两个人同时梭洗 都有齐淋浴间和浴缸 设合不同气候 旁边的睡房80多尺 里面开积示正 双人床可以做到三边落床 而且附切套匙 浴缸切于落地大窗旁边 一边浸浴 一边观景都没问题 不过用之前记得锁好门 因为套匙由两间睡房共用 这间房开积小一点 得60多尺 用作单人房比较合适 大厅旁边的睡房最小 不够60尺 留意柱位令到墙身不平整 幸好有大窗提升财光 同层的厨房都很宽敞 超过150尺 切有三边工作台面 多人同时煮食都没问题 来到1200多尺的天台 切九米长的私人泳池 还有充足的空间 在家里搞消耗排队 本港各区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 上个月都有所回落 重量联网的报告说 整体写字楼空置率 10月跌到13.3% 按月回落0.1个百分点 按地区分类 中环跌到11.8% 湾仔铜锣湾更加跌穿一成 两区都回落了0.4个百分点 其中的平均尺租是47.8% 按月跌幅放缓到0.8% 吸纳量都有负转正 上个月有超过18万尺 休息一会儿 回来家居置库去沙田研楼 区内一个二手单位 扭宁近40年了 保养尺如何呢 回来节目时间 沙田一个蓝藏屋苑 扭宁近40年了 研楼师说 其中一个两房的浴室天花接近剝落 厨房地柜又流水 开窗还会碰到大厦的公用渠馆 如何解决呢 在沙田有蓝藏屋苑 因为户型小而且实用 入市门栏相对比较低 特别过往用建筑面积去计算 不够400尺都计算到两房的单位 更被视为经典的上车盘 厌修屋苑第45座高层这款单位 实用面积284尺 是屋苑最小的开绩 业主早前趁着楼市回调 以390万买入 赤价大约13700元 单位客厅是长颖布局 比同屋苑曲尺厅或有走廊的设计 感觉比较市正 地下的幅核木板不是一手原装 是上手业主流下来 畢竟大厦楼宁都近40年 业主都有心理准备回新单位 但因为预算金额有限 想知道哪些地方要优先去执收 而验楼师入屋之后 立刻就检查洗手间 并且打开假天花 发现保养状况不太好 甚至有即时摸下的风险 我最初都以为是面头 立刻到碎屎 一摸下去 这些批档已经掉下来 再看上去 其实那些碎屎也有一点剝落 厕所其实湿气会比较重 这些碎屎也会长期湿气 瘦潮的时候 老化情况会比较严重 漏水我们就看上去是没有的 不过也是有发毛的情况 抽干它就可以解决了问题 不过最严重的都是剝落 最好整个范围要打完再做过 因为现在这些位置 一剝落起来 这么大范围 真的有机会整个天花 倒下来就很危险 厨房在近大门的位置 传统宅长营的开迹 空间也不小 不过打开假天花的铝板 做随机测试 厨房的天花批档一样有空谷 虽然没有洗手间那么严重 但也要铲底重造 另外升盘下面的地柜 持续漏水 厌楼师就找到成因 升盘底这个去水喉的位置 你会看到其实现在的去水喉 正常来说应该是向下流的 因为水是向下流的 但现在这条去水喉 是要向上流的 代表其实水有机会倒斜回来 即是水会去得不好 撞得很大力才可以向上流走 所以长期水都会积住在下面 一去不到水的话 这个位置就有机会会流水 现在它要做 就是将这条喉 由向上变回要向下 就要整条喉改了 就是很麻烦 小房的面积大约50尺 但窗台也占了一定空间 比屋卷和面积 但没有窗台的户型 实用度略为顺色 而且房内不少位置 墙身都有连纹或谷起 似乎不是好的迹象 窗底、窗边、窗顶的位置 其实都有水积 这三个位置其实都有流水的情况 但是这三个位置 其实多数的流水是关于外墙的事 而不是自己窗盘本身的问题 你会看到外墙其实有很多瓷砖 是有脱落的、有空谷的情况 那这些水进了瓷砖背 慢慢在外墙里滲进来 令到这些墙身全都有水积 很多时候业主维修完自己的窗盘 但还是继续流水 就是因为它没有维修外墙 没有通知管理署去做 这个窗还有一个问题 业主用起来一个不小心 就可能会破坏到大厦外墙的喉管 你这只窗一开窗的时候 其实外面是有一条冷气去水喉 所以开窗的时候要特别留意 小心点 不要一开,开得太大力 就撞断喉管 那就麻烦了 这只窗你会看到其实是比较新正的 代表这只窗应该是后组窗 不是原装窗 可能他们新装的时候 没有想到窗盘的开关 或者一只窗 直接做错了 再看大房 面积大约60尺 做了升高一级的高价地台 又在窗台上加装了组合柜 提升房间的储物收纳量 值得一提的是床尾方向 墙身上还加了电插座 方便装挂墙式的电视机 不过就成为了安全隐患 二手楼或新楼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试一下插梳 现在这里看上去 其实它是薄线,是没问题的 但我们一试它 能否跳到按针 现在这个插梳是不能跳到按针 代表有时候 如果这些电器有漏电的时候 便会有点危险 检查完整间屋 陈志康就建议业主应该先执收天花的石屎结构 还有外墙滲水问题 至于油漆还有重铺地板这些工序 就可以稍后才进行 政府积极造地 希望掌握到土地供应的主导权 不过有意见就担心土地会供过预求 忧虑是否合理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名字 名字 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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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界公传主导权 宝贡猎 贡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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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给以往来看 据例是香港很靠 譬如在土地收益 在交易周田的計劃那個規劃的時候 可能說回19年或者21年的時候 當時的賣地收益其實一般都過千億 當時起的財政相對充裕一點 如果大家想回 今天的融資環境和當時來計算 今天也重很多 在考慮財政財務壓力上 這個的確是做地的時候值得要關注 經濟的復常 恢復情況 暫時都在普普通通 可能要少許時間等它復原 變成樓賣慢了 自然發展商要去投地的時候 心慎了很多 現任特首李家超早前開康 回應梁振英的看法 強調做地和供應是兩回事 必須持續做地才可以掌握主導權 在需要的時候提供給市場起樓 歐建強就分析未來十年 就算要幫市民上車置業 都未必需要同時間 推動多項巨毛霸工程 大型的工地計劃裡面 包括了北都 北大都匯 另外包括了交易州的填海計劃 北區大家比較熟悉一些 比如古洞 有三萬公頃的土地供應 希望提供超過五十萬個單位 現在政府正在公佈 長遠的一個未來十年的供應房屋計劃裡面 其實希望提供到有接近四十四萬個單位 似乎在北都已經可以解決到單位供應的目標 供應房屋的時候 佔七成有五十六萬個單位已經有計劃 在哪裡去做 至於在私樓方面 已經在建或未賣的單位 已經有十萬個 會打算推地買的 或者有一些鐵路項目 其實那裡也有八萬個 其實也已經足夠 他認為在香港買房子除了自住 一定程度上都是為了投資保值 所以樓市未來有多少供應 無論對有意入市的准賣家 或計劃投地的發展商來說 都是重要的考慮因素 用來投資 當然會想 我跟銀行如果借錢 那所謂有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還是接下來的樓市 究竟有很多供應 會不會明年的樓價和今年可能差不多 甚至還有壓力 可能會否延遲了他去買 不如先租住 這些都會影響了他們去想 究竟他買不買樓 加上有些客觀因素 比如說適口環境高 對於做發展、做生意的時候 可能他要求承擔的風險利潤 那個衡量、那個盤算 就要再想得清楚一點 政府早年都定出了其他的土地策略 例如重新發展棕地、堆田區、祖堂地 甚至是岩洞空間等等 當中有哪些做地方案 可以帶來更高的效益 你看到政府正在做 譬如說在張安路 其實它也有一個137區正在做 我相信政府也很努力 效益也是我相信去考慮這個項目 值不值得推動的有關 填海和一般在北都做地有些不同 填海很難說我填一些 我就可以有一個所謂遍區的第一期發展 因為在交易洲的項目 其實第一它要完成填海 第二它也要有軌道交通連接 搞一條軌道交通 會不會失去土地收益 會令到財務上沒有那麼有效呢 現在的財務壓力相對來說 也未必是那麼輕鬆 萬一又再多些不明的因素出現 進退失據其實就更麻煩 但是也有規劃師認為 香港需要持續穩定地開發土地來源 土地供應亦都對香港的未來發展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要新的土地 才可以令到我們怎樣 整體上在市區的 我們那個人均居住面積也好 以至那個發展密度裡面 有一個空間可以讓我們放鬆 住得大一點 空間感會多一點 去改善整體上市民的居住環境裡面的質素 由去年原本是應該兩個項目 一起上馬 或者是一個時間性 時間表上是差不多的時候 現在是優先處理了北部都會區先 而將加以洲的時間表稍微少少 然後其實我也覺得 對整體的市場 都發放了一些比較正面的訊息 始終發展商在他們 可能在土地儲備裡面 可能到某一個時間 他們可能都要再重新去增加 他們的土地儲備 到時的時候 可能他們就會再對 未來買地的興趣會增加 他認為土地開發不能夠停下來 先建設北部都會區 之後發展交以洲人工島 會是比較理想的做法 節目時間夠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